主料,黄瓜200克,南极海融丝200克,香芹100克,红椒20克,辅量,蒜瓣,醋,酱油,鸡精,香菜,香油,盐,白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海融丝放入凉水中,浸泡20分钟直到软糊,黄瓜切丝,香芹切断,红椒切丝,葱切丝, 蒜排成末,将泡好的海融丝捞出带用,锅内做水烧开,将海融条倒入,开锅撇去浮沫热煮超熟,将碗中放入半字酱油,醋,鸡精,香油,蒜末,少许盐,白糖调成汁,将海融条捞出带用,加入黄瓜丝,香芹,香菜,撒上,将佐料搅拌均匀,最后将红椒丝葱丝放在上面点缀即可, 烹饭技巧,吃起来非常的筋道了,爽口,从口味上赶紧有点像绝根粉,但更脆,嚼得嘴里咯吱咯吱的,有海苔的味道,很有热心的口感,我居然吃了一大盘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